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一家叫做月夜園 這是我的夢想清單裡面的一家餐廳 這家是吃什麼? 吃那個啊 活蟹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看看有多好吃 不要問價錢 價錢收了你會怕 你看入口就是一個很日系的感覺 佈置齁 這是 上方的話是雙夜餡 下方的話是學長餡 我們是訂什麼餡 我們應該是這個吧 對對對 下次有錢再來吃這個 好 好像到日本了 對 好好吃喔 包廂式的 對 包廂式的 我覺得代表區月份的意思 謝謝 這就是我們包廂的位置 那我是不吃生的 所以我的菜單是有特別設計過的 剛剛經過服務人員的解釋呢 生的部分是在相父的部分 他是冰洗活體松葉蟹 那我的部分叫做村主 那我的松葉蟹會在真霧的部分多一隻腳 對 差別在這 因為我的本來是生的 要把它拿去煮 我第一次看到說菜單還特別打名字的 但是只有你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字了 請幫我馬賽克喔 在食物沒有上來之前 先來看一下他整個布置 首先呢 他的這個餐墊 餐桌子 看起來就是很有質感 上面都還有一些紋路 像宣子那種 然後去 對 有楓葉的繪畫 因為現在是楓葉的季節嘛 然後呢 杯子的杯墊 這個應該是木頭的樓雕 那這個墊子呢 應該是等一下要放碗之類的 然後看他這個植物的 桌上的這個盆栽啊 對 設計也很有意境 對 然後你剛剛說 這一盒是什麼 這個 是筷子架嗎 打開來看一下 哇 是什麼 牙籤啊 牙籤看一下 然後連這個 等一下是墊在腿上的金子 他都把它摺成了三角形 對啊 那這個筷子是雙面可以用 剛剛解說這個是 一邊是給神明吃的嗎 與神共識 那你現在喝的是什麼酒 這個是來自台中悟空的荔枝清酒 荔枝釀造的清酒 等一下你剛才重點來了 這是我們的活性 還有 兩位的松葉蟹以及香香蟹 香香蟹就是這個小隻的 然後它是松葉蟹的母蟹 就是一公兩母這樣 所以他現在是活的嗎 對啊 我們的螃蟹都是活的喔 他只是因為下面有剝一層冰塊 所以他有一點 對對對 真的是活的耶 這裡不吃冷凍的 對 他會爬啊 他是活的啊 他真的會爬啊 他真的會爬啊 他真的會動喔 他真的是活的 有時候我們一抓上來 他那個盤子上面 他就會跑走了 所以我們會吐一層碎冰 所以這兩隻會有不一樣的做法嗎 這兩隻的話就是會放到我們的 強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香蟹 在菜單上面用 OK 那他主要的話 因為都是因為他比較小隻 因為他都把他的營養給他的蟹卵 喔 所以公的會比較大隻 母的會比較小隻 大小差好多喔 對對對 他其實都是羊椒蟲 一天它咳你看 所以這是母的 不是 這是母的 這是公的 對 原來如此 對 因為他把營養養分都給下一代了 所以他就變得很小 對 所以稍後會品嘗到我們香香蟹的蟹卵 哇 那香香蟹的話也比較特別 它是在每年的11月到1月 是日本規定才能做捕撈的 但是它實際它的產量可能到12月中就沒了 喔 所以我們剛好吃到這個 對 剛好 那上面的話它是蟹製 蟹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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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騰壺那種概念 它是衣服在蟹殼上面的 那稍後在料理的過程中 或者是在清洗我們蟹殼的時候 它就會掉了 喔 我想說它是不是跟我們人一樣長了那個黑製 嘿嘿嘿不是 對 它的話是日本是有個說法 就是說如果在螃蟹身上的蟹脂越多 再把它越鮮甜越美味 喔 它身體營養好 對對對 當然有些客人也會不喜歡 因為它長滿的話也是 看起來醜醜髒髒的 對其實蠻多人會不太 應該都不討喜 這酒喝起來味道如何 它就是甜甜的 啊很討喜 那一般清酒啊 有在喝清酒的朋友 大概都會知道就是說 它的味道就是偏米 因為它是米釀的 喔 有米的味道 然後它不會有一般清酒的那種刺 或辣 然後它很溫和 帶甜味 對對對 因為又加上冰塊 所以它根本上就很像很清淡的果汁 很不錯 我剛剛有喝了一點點還行 對 很不錯 前菜這個叫做鮮腹 我的是雪場蟹 因為我不吃生的 那對面這位小姐她的是 煎魚稻草燒 煎魚是生的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醬 對然後呢有稻草的香味 然後這邊這個一圈的這個是水梨 水梨 然後那個醬 然後是納豆醬 納豆醬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什麼 日本的薑 對 薑 要拌一拌 對 納豆醬還不錯耶 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但整體來說呢 整體來說等我吃啊 天啊 怎麼了天啊 太好吃了 真的喔 真的太好吃了 對 我們兩個一樣吧 因為都是熟的 對 湯葉真杖 伯格勢力 你開得很亂 人家是這樣開耶 你怎麼這樣子 喔喔喔喔 我已經把它先打開了 重新蓋起來啦 你讓它 要這樣蓋 才有feel喔 好 那我會兩位介紹一下 湯葉真杖 湯葉指的是豆皮的意思 然後豆皮的部分的話 包括上我們的真杖 真杖的話 是我們指的是魚醬 對 然後魚醬的部分的話 是用石斑魚下去 組織的成的 然後就是 裡面就是關聯成是豆皮 裡面是魚醬 喔喔喔 所以石斑魚醬 對然後上面所搭配的是 我們的五菇 那以及我們的這個 五菇 它叫做若葵花 若葵花 對 若葵花的話其實是 黃宮菜的花 喔 那旁邊的話 也有搭配上 我們的學長蟹的蟹肉 那稍後的話 都可以喝一口湯 拿著搭配上我們的真杖 一起做享用 請問有金針菇的關係 所以湯會有點濃稠 然後喝起來味道 有一點柴魚的香味 好吃嗎 有有有 最後吃到那個 松葉蟹的那個 口感很Q 有嘛 然後它剛剛中間那一坨 就是豆皮包 那個 魚醬 那我們 藍色的話 是我們的土佐醬油 那白色疊子 有螃蟹花紋的叫煎酒 煎餅的煎 它是在日本藏國時期 醬油還沒有出現時 替代做醬油做使用的 喔那它是什麼成分 那我們的話是以梅乾金酒 還有昆布這三種 熬至二層的 所以會比較偏甜一些 那稍後的話 都可以搭配上 螃蟹的刺身做享用喔 好 那我覺得的話 就是我們的唇 喔 哇 這是熟的 熟的 那幫小姐姐摘下我們生魚片 在竹簾上方 就是我們松葉線的刺身 那稍後品嘗的話 幫我吃白色的部分就好 後面帶殼的部分 因為還沒處理過 那稍後吃完留在盤中 我們會請師傅把這裡的肉取下來 做成最後要的土鍋飯 那比較靠近竹簾 就是有帶皮的 就是也跟小姐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春魚 來自日本附近縣 那另外一個上面有紫蘇滑水 下面有經濟的是我們的真明煎 那台灣的話俗稱叫白昌魚 喔 那這邊吃的話 會建議從我們的螃蟹開始做享用 那螃蟹會建議沾這個白色碟子的煎酒 那另外兩個蒜魚片的部分 會建議在一點芥末 放在魚肉上 然後再搭配上我們的土鍋醬油 也是春魚有先炸過就對了 啊 它是不是有點像那個天婦羅 然後用了那個蘿蔔泥醬 對 然後喝的話都可以品嘗看看 就是細菁是咬不斷的是正常的喔 喔 好 所以它是長這樣 對喔 來吃吃看 啊 對不起你 嗯 生的耶 嗯 好吃嗎 有沒有juicy juicy 好甜喔 對 除了那個螃蟹之外 其他生魚片味道如何 剛剛吃的不知道是什麼 我真的覺得太好吃了 因為我還喜歡吃生魚片的 第一個它那個口感非常的鮮嫩 然後沒有 就完全沒有任何腥味都不用講了 但是還有很大的鮮甜味 然後它這個土鍋醬油也非常厲害 就是完全沒死鹹 我覺得好好吃喔 嗯 嗯 超好吃 我在現場幫兩位做 好喔 所以現在螃蟹在裡面嗎 對 裡面的話就是有跟我們的蟹角肉還有它的蟹錢 喔 那身體跑哪去了啊 身體的話稍後會幫兩位做成甲羅燒 就是在我們的 喔 甲羅燒喔 喔 我在網路上看到會有現場解剖的那個是要大隻的才有對不對 帝王蟹 帝王蟹 這邊所加的是我們的青酒 那一來是可以增加螃蟹的甜度 那二來是可以去除掉螃蟹的一些腥味 喔 喔 用蒸的耶 對用蒸的 好特別喔 我們可以打開來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嗎 現在嗎 可以啊 大部分就是上面有一層的昆布 喔 那一定很香 跟我們的肉 喔 哇 對那稍後蒸起來了感覺會不會太一樣 喔 稍後都可以騎再看看 喔 這是醋 蟹醋 蟹醋是有特別的組成嗎 我們的畫是用我們的沙卡 跟它我們的土佐醋去調劑的成分 也是自己調的 對到點甜味 它上面看到一條一條是它的蟹角肉 對是我們師傅用擀冰棍把每一隻蟹角趕出來之後再品醋回去的 哇 好辛苦喔 對阿 那這個就是它的暖 對 前方的話就是它的蟹軟 那它的話吃起來會比較像是非常軟的那種口感脆脆清爽的 那這個呢 下面底下的話搭配的是裝飾的鬆震 喔 好 沒說的話等一下就把它吃 稍後吃都可以先品嘗一下原味 然後再用前方的小湯匙淋一點我們旁邊特調的蟹煮做享用就可以了 好 日本的吃法的話是把我們的蟹軟蟹肉拌在一起做享用 稍後都可以試看看喔 對先吃原味對吧 先吃一個原味 對先吃原味 然後 剛剛他說的日本吃法是要把這個卵跟肉啊 要拌在一起 吃完原味沾一點醬 原味帶一點點微鹹海的味道 湯醋不錯耶 它的醋真的不錯 他說醋是用湯匙啊 湯匙淋上去 肉女軟 肉夢它的女軟也好吃 嗯 嗯 滋滋滋滋的 同為女性 但是還是必須吃它 先吃掉你的孩子們 喔 嗯 這時候我要講那一句了 非常好吃 耶 吃得出新鮮的感覺 而且這個擺盤啊 真的是很精緻喔 而且不用我們吃得很狼狽 對 我覺得它每一道菜跟菜上的時間都拿捏得非常好 就是讓你慢慢吃啊 是耶 它弄得好精緻喔 你就橫著看 近距離看一下 你看 這邊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啊 還塞了兩條 不要亂地喔 不然你覺得這個香香蟹也 很值得耶 感覺它身體雖小 對 但是非常 郁寒的非常 不可思議的力量 嗯 它的身體面 就很像珠寶盒那樣 嗯 真的 你先用得好好喔 對 所以它叫香香蟹 真的很像珠寶盒 對 很多蟹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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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們吃到這個香香蟹是這麼的了不起耶 對 而且我覺得它剛剛的形容超好 它的身體就像珠寶一樣打開來 它的香香蟹 對 第一個字是很香的香 第二個字是香子的香 對 香香蟹 其實我們這個是不期而遇 我們沒有預期到懶會吃到它 對 因為你只想要吃那一隻大隻的 對對對 沒想到 對沒想到其實這個真的是意外的香蟹 就是只想上工的 哈哈 然後這個呢 真的如果想來品嘗的話 要挑十一到十二月來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醬汁我一淋下去 我整個就想把它樹乾 對 好吃 這個我很喜歡 好吃好吃 會讓我想再來吃 對 我覺得啊 錢就是 錢就是要這樣子花 然後你就覺得 有個動力想再賺錢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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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兩位打開 開箱 好 好 那就放兩位打開囉 好的 你錄我拍 哇 好厲害啊 擺好盤 好 好 好 現在原味 然後再搭配上我們旁邊特調的蟹廚做享用 那雖然我們的話 我們都已經大部分都已經把蟹肉挖取下來 那還是在上面短片的部分裡面還是會有些蟹群的蟹肉 可能就需要兩位稍微動手一下 對 可能就是用前方的金色蟹叉挖取下來就可以了 你看連這個桶子都有一隻好可愛的螃蟹圖啊 對 好新鮮的味道 哇 我的媽呀 好好吃喔 我的媽呀 都是原味就太好吃了 對啊 唉 天啊 天啊 我就覺得不用加醋就很好吃了 真的 不可思議耶 怎麼可以那麼好吃 而且 它不是鮮甜那些而已喔 它的嚼勁啊 口感是 是有的 這是 你記不記得我們去北海道玩的時候 我們也去吃過一隻蟹 但沒有這麼Q喔 對 而且也沒有這麼好吃 對 在當地時都沒有這個好吃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那個不是我的啦 真的很感謝他們 貢獻出自己的身體 雖然他們是被迫的 然後來滿足我們的體驗 對 但是 我們就一起 體驗吧 對好好的享用他們 然後把他們吃乾淨一點 對 才會對得起他們 對 我覺得它這個 挖的這一隻啊 也非常的精緻 上面有一隻那個螃蟹圖案喔 對喔 我不知道你剛剛有沒有拍起來 太少了 太少了 對 很精緻的感覺 然後它現在放的那種音樂啊 我不知道是什麼音樂 但是也很有 日本的音樂啊 對 就是不知道什麼樂器啊 但是就濃濃的 就想一下我們現在在日本吧 對 我們現在就是在日本啊 對 可以說中文的日本 對 超好吃 對 吃得好乾淨喔 喔 一定要的啊 捨不得快吃完了 它說的剝開是這樣 看到沒有這樣 怎麼剝啊 咦 有沒有啊 啊 你把它噴到喔 趕快撿起來 慢慢撿 剛剛是失敗的示範 我自己的很成功嘛 為了一次對這個螃蟹的尊重 所以被花姐搞到地上的東西 我全部都要吃 撿起來 對 全部撿起來吃 對啊 才不會浪費 說真的那個原味 好吃到我都忘了沾這個醋 所以醋剩好多喔 啊結果 你都沒有沾到醋喔 忘了沾 完了 原味就已經很好吃了 真的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它的殼嗎 甲羅在日文就是指它的蟹殼的意思 那我們就是蟹殼放上蟹肉 還有它的蟹膏下去做製烤 然後可以把殼的香氣再烤進我們的蟹肉裡面 那這邊準備的就是我們下一道的 甲羅燒需要那個碳 喔 對 哇用真的碳喔 對我們只用真的碳喔 喔 我已經聞到碳香了 所以它的上面是暖 然後下面是肉 綠色就是它的蟹膏 喔 對 這是我們的蟹味噌甲羅燒 蟹味噌甲羅燒 它的蟹味噌指的就是它上面綠色的那個蟹膏 蟹膏稱之為味噌就對了 其實日本它們的蟹味噌指也是它的蟹膏 而不是我們台灣所稱的那個味噌 煎縮魚甲州燒 煎縮魚甲州燒 就是炸物了 炸物 你看 欸葡萄真的在裡面 對葡萄在那裡面 葡萄就是我們在葡萄外面包裹上我們的煎縮魚肉 然後再下去做酥炸 然後因為甲州盛藏我們的葡萄 所以俗稱叫甲州燒 好特別喔 那州衛所搭配的是我們的銀杏 那上面的話是我們的蟹葉膚 對 蟹膚的話就是很像我們的豆製食品 然後我們可以做酥炸 然後我們做成秋天這樣蟹葉的樣子 對啊好可愛 那這邊的話稍後的話都可以先品材一下原味 再搭配上我們的抹茶眼做醬油味 好 我真的覺得好精緻喔 對啊 裡面是葡萄 嗯 真的把葡萄夾在中間 對啊 楓葉 對啊 楓葉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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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葡萄是溫熱的耶 熱葡萄 它就是有葡萄在裡面 葡萄有水分 所以不會感覺很乾 好好吃喔 很特別很特別的口感 因為它就是有三個 我自己吃到三個層次 一個是最外面酥炸的這個皮 然後再來是中間的魚肉是鮮甜的 然後再來是裡面的那個葡萄 它是Juicy 然後帶一點點就是香甜的果汁感 對 然後整個融合在一起 柿子很好吃 柿子居然也可以這樣用炸的喔 特別喔 很好吃 我想說客家人應該 我第一次吃到柿子用炸的 對 可是我第一次真的吃到這樣吃 柿子用炸的 對我想這個客家人應該不知道吧 呵呵 可以叫我們學一下 嗯 我真的不得不說啦 那句我唯一的一句啦 非常好吃 可以說今天從頭到尾吃到的每道菜呢 都沒有累 而且就是應該是說這一輩子第一次吃到的東西 它完全沒有跟以前任何我吃過的所有一道食物有重複 完全沒有 包含就是在料理的手法上 包含就是在料理的手法上 組合上都是生平第一次 對啊 沒有吃過的 沒有好像就是不會說我在這邊吃 然後在別的地方也吃得到這樣 對 沒有說這我以前吃過啊 沒有這真的是第一次吃到 這個如果是五顆星就是給他六顆星 對 那進入最後一道土鍋飯 沒想到土鍋飯 嗯也這麼尷尬 這是黑松露吧 對 哇 整個都是我們的嗎 沒有 天啊 我們會現討給各位 喔 整個都是我們的還特地喔 哇 這個好幾萬塊喔 對啊 對 前方綠色的話是我們的小黃瓜前置 然後後面有黃色的是山藥芥末 山藥芥末 山藥芥末 蠻特別的 對啊 那用手邊的湯的話是用日本的吃味噌製成 味道會比較濃郁一些喔 喔對日本的味噌湯確實是比較鹹 對 哇 哇 真的還有蟹肉在裡面 中間的像生魚片啊就是尾斑的部分 然後就是下一些身體的細碎的肉 就把它放進去了 喔原來如此 好像是聞到那個味道 就是松露的味道 對一直飄過來 真的嗎 原來是松露香 對松露香 嗯 一個奶香 對我們也有加奶油 喔 這個是 鮭魚 哇 哇 就是 綠色的這個是捲豆甲 就是荷蘭豆裡面的內心 它的甲 就是它的 心 這食材第一次聽到 就是 啊主要的話就是綠色嘛 就是配色 喔 那怎麼不用一般的什麼蒜啊 青蔥 味道不一樣 對味道不一樣 會把 用蔥的話會把它的味道蓋過去 喔 所以用捲豆甲這個比較沒什麼味道 然後配色又好看 所以配色上還要考量味道的問題 對 我料理真的不簡單 重點來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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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錢就吃這個松露就知道 對 等一下 這碗不會是他的吧 我覺得這碗比較多 還還還還還會再分 這時候是朋友要明算帳 翻松露的時候要明算帳 對 因為我剛剛有時候這邊比較多 我們會稍微平均一下 對啊 不能讓我們這樣細強 其實這樣刷幾下有規定嗎 就是 我們其實大概就是會削大概有六到幾天 五到六片 那看薄厚薄度 那因為我削的會比較薄一些 對 所以吃起來口感會比較沒有像吃素 那我這邊土鍋飯的話是用蟹高湯 就是用螃蟹的高湯 我們已經要吃到最後一道甜點了 是紅酒米布丁 然後他先上了這個叉子湯匙 然後他附在上面這個紙超美的 你的紙我看看 好嗎 我們兩個不一樣喔 很漂亮耶 對啊 這是另外這個紙 對 真的是超美的這個紙 可以帶回家 對 又帶回家 對啊 而且啊 他連要喝甜點的時候呢 也幫我們換了一杯茶 新茶 對 他說這個是焙茶 比較適合配甜點用的茶 所以真的細節上是不馬虎的 紅酒米布丁 所以是冰淇淋也是布丁 好 上面的話就是我們的冰淇淋 就是我們的葡萄雪繞 白白的這個 對 橘色 紫色這個 對 那 稍微為兩個介紹 由上而下最底下可能目前被畫畫蓋住了 他是用香草製成的奶酪 然後在中間那層的話是用紅棗製成的米布丁 然後在紫色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葡萄製成的雪繞 那周圍呢 上面白色一隻一隻長長的 他是用米香製成的馬鈴湯 米香 就像紅麗湯 米香製成的馬鈴湯 那這邊吃的話都可以從上面一刀切下去 然後再搭配上我們旁邊的馬鈴湯做享用 好啊 謝謝 超像那個螃蟹的噗噗噗噗噗泡 對 為我們做Andy 對 他到最後就是貢獻他的口水 對 然後他說這下面有一個奶酪 對 他說一刀下去把它切成兩半 對 米加上這個下面這個什麼 奶酪 好特別的吃吧 這根很好吃耶 對啊 我有吃耶 我就單獨吃它 嗯 很特別的甜點 嗯 沒吃過這種有米的甜點 到最後啊 就是連甜點都是這一輩子來的第一次體驗 真的 好冰沙 做成球狀 然後搭配上米 然後又奶酪 然後就是垂直的泡泡 這樣子 對 整體給幾分呢 嗯 嗯 滿分五顆心就是會給五顆啦 嗯 而且他的用餐啊 體驗上很不錯 就是那個包廂室嘛 然後你有影師 然後服務生上菜都會很專業的介紹 然後他也會等你拍 好就是 讓你好好的拍影片啊 拍照片啊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對於就是注重隱私的高級人士來講 這個地方應該是蠻適合 而主要是我覺得啊 他把一個好的食材 嗯 用了不一樣的方式來做烹調 然後讓我們透過不同烹調方式 就是享用到這個食物的美味 對啊 所以如果說是想要 嗯 體驗的 來吃吃看 我覺得是真的很可以 但是如果說你是那種食量很大 嗯 然後你會覺得可能會 你會覺得吃不飽 但我覺得就是真的有很多就是 就是那種開眼界的感覺 就是說 啊 原來一樣東西 它是可以做的這麼好看 然後擺盤這麼好看 然後還有食具上面也這麼講究 還有就是 怎麼同樣一隻螃蟹 它可以吃出這麼多種變化 對 而且都很好吃 謝謝 兩位 所有料理長想跟兩位打個招呼 謝謝 謝謝 而且兩位特別充控過來用餐 那不知道今天口味跟服務上還習慣嗎 非常好吃 謝謝 謝謝 非常好吃 謝謝 一定會再回來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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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料理長 還來 還來跟我們說話 對 但是只有它錄到它的聲音 哈哈哈哈 沒有錄到它 不會啊 我覺得今天就是為今天這一餐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真的啊 沒想到剛好我們來再吃它就進了 對啊 對啊 太棒了 很推薦大家一定要來試試看 對 拜拜 拜拜